今天的关键报告 我们立刻连线给华星投过的分析师 邱鼎泰 鼎泰早安 我您好 全国投资产大家早安 好 鼎泰现在这个全股市里头都有一个问题存在 大家非常大的疑问 说现在这个多空到底什么时候会表态 呈现一个恐怖平衡吗 如果我们从这个选择权的这个未平仓量最大的这个庄家 他们到底压在哪里去做一些这个来看的话 现在庄家似乎看到台北股市要说在这个本月结算之前呢 台北股市有机会能够反弹到了8100点 上看到了8100 有机会能够刷新了前波的高点 但是在这个空方的部分呢 他们最大的庄家价是压在了7500点的 这个卖权最大未平仓量是落在了7500点 就代表说在本月哦 这个4月3月份的这个4月份的这个期货结算之前 台北股市最高可以谈到了8100 但是最低有可能会跌到了7500点哦 这个顶态怎么来看到 现在这个多空呈现了急剧拉筑之下 呈现了恐怖平衡 大家都在等说这个时间点到底什么时候 有可能是落在了下礼拜吗 还是要等到了清明节放完之后 才有可能多空表态 好我想哦这个7000 现在是7800点 789十几点哦 就是往上加300点 往下减300点哦 对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大家正在这里做一个横向整理的一个架构哦 那我们看到这横向整理的一个架构的话 事实上它也代表 即将做一个 一个一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多空的一个分野哦 最后的一个答案哦 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因为量也开始缩嘛哦 那美国股市这几天也都是在 有一些在在 虽然创新高啦 不过因为他们 这个也有一些在修饰了哦 逐渐的这个 这个在修饰的一个状况 所以量也变成急缩 也就是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大涨之后 可是它的量是急缩的哦 对 那以这样来讲的话 它也等待一个变盘 那么一个季度里面哦 全世界法人都是一样的 一个季度总有一个结账或者是作账 那么一个新的季度里面哦 有没有新的行情会出现 的话那么这个跟啊 这个这个时间坡的一个架构 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这个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 清明变盘是所谓的清明变盘 或者是中区的变盘 是我们国内自己说的 但是哦 因为老外没有清明节 没有中区节 但是面临到所谓的第一季的财报 即将要公布哦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那么如果通常会有一个现象 说第一季财报公布之前的话 美股可能会老 因为涨了一个季度了嘛 美国美国股市这一季度是涨的相当多哦 那么也是15年来的一个一个季度 涨最多的一个季度哦 所以这样的情况 也有可能是利多会逐渐的这个收缩 或者说做一个拉回哦 那这个就所谓的 对跟着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结令来讲 就是所谓的清明变盘 可能就稍微整理一下 或者拉回 那么我说过 是不是拉回的幅度很大呢 那这个就一定当别论了 那我要提到一个重点说 我们以过往的经验 我曾经在那边跟大家提到说 美国股市的当年 如果是多头的一个架构的话 高点啊 这个低点啊 会落在这个在五月初 所以你都如果看 过往过往的这个经验 来看这个倒球 每次五月一号五月二号 都是当年的高点 因为那一年是空头的话呢 一样如果那一年是多头 那五月初也是一个多方 开始起涨的点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推测了 这里到五月初是要跌下来 再拉上一波 那这个多头就很完美了 如果是美国股市 这一波到底拉到五月份的话 那么这个一定会有历节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反而大家要观察 最好的状况就是 全世界股市在做一个横向的理 事实上如果我们啊 有耐心看看国际股市 你会发现全世界 只有美股再高而已 其他的欧洲股市等等的 甚至这个德国股市 跌破越线了 那亚洲股市有些部分 跌掉一成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要稍微做个整理 那么多空的表态的话 就是说以时间点来论调之后 因为美国下个礼拜有一两天 包括这一两天的一个放假过后 那来到新的季度里面 会有没有新的一个架构 那么如果反映到旁边上呢 我们倒是可以用两档 两个这个算是两档股票好了 然后来做一个观察 比如说投资者有没有注意到 美国股市的苹果 最近又开始大跌了 那苹果大跌的时候 那个资金呢 我曾经跟大家讲说 这个大型机构法人 是把这个资金 那么他们投资部位 是放在这个 这个美国的NBI生计指数 跟这个苹果 是两个放在一起等级的 比如说这个同样投资这个 那苹果跌的话 NBI指数连续两天 大涨又再度创下 这个生计指数 又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他不用担心说 苹果的一个拉回 他中间他还有价差 因为基金的这个操作 没有只有攻击 一定要防守的 所以这是一个 他们的一个 悄悄板的一个架构 所以呢 这个资金能不能 因为这样而转到 这个市场上 另一个格局里面 都有很有趣 我也跟大家提到过 最近全世界第一季大涨的 包括LED的概念 包括这个 这个博弈概念 像今天8076的这个 伍峰突然间又看拉萨尔快要涨停了 博弈的概念 还有呢 不要忘了 就是生计的一个概念 那往往他们动了之后 在结构正式转换成功之后 台北股市相关的股票 可能具有行情了 那么这时候的量缩 绝对是有道理的 原因在这个地方 好 可是